中央職棒近期最具话题性的补强 就是汉江牵下郭洪志 让这位大联盟等级的强力左头 再次回归台湾战场 小小郭在改穿蓝色球衣后 仿佛也找回昔日 在到齐时期的巅峰状态 郭洪志现在二十一号从二军亮相 虽然这是他相隔六百七十二天后 重返中职战场 还对上老东家统一师 但见惯大风大浪的不死鸟 浴火重生 面对中心打线 刘福豪跟邓志伟 接连标出三阵 最后再让郑凯文 敲出滚地球出局 这场比赛 郭洪志终极一局 脚出漂亮的三上三下 最快球速来到一百四十六公里 而且最近汉江一军 牛鹏战力持井 同样是大联盟等级的尼福德 密集出赛加上天气炎热 甚至在投完两个人次后 突然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 甚至需要防护员搀扶 才能退场 虽然土地工经过休息后 状况已有改善 但也凸显出 汉江投手群需要伙伴支援 果然隔天小小郭就意气相挺 八局下登板亮相 虽然被急出两专的丢掉一分 但还是标出一四三阵 最快球速达到一百四十六公里 调整状况不差 况且由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进驻 还带来稳定军心的效果 林毅拳单场扫出两发红不让 带动打线爆发 让汉江总算击败兄弟 终止发连败 巧的是郭洪志的威力 甚至还能带动老东家 同一师展现不同风貌 而且同样是靠老将发威 七月十九号对富邦的比赛 虽然汉将推派防御绿网罗立先发 但绿色坦克状况火烫 高国庆单场扫出三支安打 还有三分打点进仗 连续两场在花莲迎球 师兄们士气大振 就算从东部绕半个台湾前往桃园 还是无法交袭火烫近况 面对原本独居龙头的桃园 三连战当中有两场得分 都达到两位数 这个卸赛火烫代表是陈杰县 四爷在三场比赛贡献六支安打 有效带动球队攻势 不但让佟一师单中五战拿下四胜 而且陈杰县自己也逼近四成打击率 战区打局王 可说双起临门 拐区新闻综合报道